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唱歌的男人最有魅力 所以老白安吉的嗓音和歌声遗传了谁 安吉的嗓子肯定是遗传我了 因为我们的这嗓音都像我们的姓儿一样 比较沙哑 云哲月的嗓子 作为东北宋忠基的爸爸 沙老师您为什么这么吐 这是谁提的问题 提的太好了 安吉是东北宋忠基 我是她的名字前两个人 东北 您平时在造型方面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和追求 我习惯的追求穿着就是 土香土色 沙老师 您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想预约做您的儿媳婦吗 所以沙老师您和胡云挑选儿媳婦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的标准就是安吉的标准 安吉喜欢什么样儿以后 就是我们喜欢的 我们绝不拖儿子的后腿 让哥哥扶着你点 小孩都能扶着的 我还用扶 别别别爸害怕 你的人带着别拦我呀 我也害怕 沙老师 您的颜值还会回到老白时候的样子吗 其实这个题目啊 我想多了解几句 我一直认为 其实我的颜值没有变过 我依然是当年风流倜傥买感的 我还是我 从来没有变过 即使破坏了 我还没有变过 碎了 片片 都是老白 我觉得张文硕最好的一点是 明明长得很好 却靠满板的父爱征服了我 所以我想问 伦手哥你这么好看 真的没整过的话 请证明 这么碎我的问题 谁问的 哈哈哈哈 我怎么能够证明呢 我只能动动我的鼻子 对不对 看我的鼻子可以动的 然后 呃 这个 我肯定是有点眉不思考 怎么能保持 到了三十多岁这个年纪 还 在光下像鸡蛋一样呢 对吗 你是怎么健身 兄弟我海大飞机场 需要您的亲身教学 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呢 你就应该加强锻炼 不一样的肌肉 也不一样的训练方法 如果你是个女生的话 同情 想问 伦朔哥和钟立体女神在 你真的不怕是 那眼光和偏见吗 就好像是 有些人啊 比如说你吃榴莲 很多人就看吃榴莲的人的眼神 就像是 呃那么恶心 那么臭 臭豆腐你也吃 榴莲你也吃 啊太恶心了 但是其实来说 只有吃的人知道有多么的香 甜 也 天亮 残忍地告诉你 作为当年 让我迷恋的跳水王子 你发佛了 最近有想过减肥计划吗 跟正一下 现在赶紧看看我 实心的都是啊 你们看到的那个 镜头 其实不是我 其实就是朱海涛在那躺 亮哥你能不能假装有事 让森蝶带着森满来 请给我们一次 在爸爸去哪看到森蝶的机会可以吗 我好好考虑一下 要那个森蝶 带着满过来啊 你洁癖一代被洁癖二代 嫌弃的感觉如何 我 其实还是蛮正常的 我看到我儿子之后 我才发现什么才叫洁癖 亮仔 你洗裤子的时候 天还是亮的 现在天都黑了 亮爸 分别都会说英文了 你的普通话什么时候可以进步啊 可以挑战一下这句绕口语吗 来了 66岁的穆老头 盖了66间楼 买了66楼 养了66头牛 摘了66颗牛 垂羊鸟 忽然一阵狂风起 吹倒了66间楼 翻倒了66间楼 折断了66颗垂羊鸟 砸死了66头牛 击杀了66岁的 陆老头 大家好我是向主 这心来了爸爸 你现在觉得做饭是有问题的吗 做饭 挺有问题但 没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宝宝不吃饭了你会怎么样哭他 你不吃爸爸也不吃 爸爸超饥饿你到底吃不吃 如果宝宝在哭气 你会怎么样安慰他 别哭啊你哭我也很心疼 别哭了好吗 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别哭了别哭了 给点吃 午餐肉 别哭了 会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呢 喜欢 漂亮的 善良的 我觉得心灵味比较重要 外在的话 也挺重要的 你可以用不同的语调叫我实声宝宝吗 这我好害羞啊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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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